三才朝元阵 天地见气 三才合一气 明星 他们变厉害了 你快走 不行 我必须在捏倒 快走 果然是妄疏 师父 怎么会这样 这剑你好像拿不了 你还是别抢他 由此赤云剑侠 有何聚于妄疏剑 怎么样 匣子没了吧 杀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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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的剑法啊 好英俊的剑线 啊 此乃我穷华派密不外传的阵口 你二人如何洗灯 道友不知其中原有 物要插手 道友 这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这位英俊剑仙 怎么可能跟他们是一条道上的朋友 道友就是指一起修仙的弟子 再说了 那同伙也是不分长相的 他们三个要一起打我们 那可就差了 燕羽德魂 啊 穷华剑术除妖未盗 其中尔等哲乳 怎么 难道此二人 是穷华门人 不行 干嘛去 我要去找他们问清楚 为什么非要抢我爹的剑 还有 这把剑为什么叫忘书剑 难道是他忘上去很舒服 笨也人都什么时候来 让你幸运了还在问这些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 又怎么了 灵莎 你为什么 要拿走我爹的牌位 和我娘的石头啊 保护你们 保护我吗 那两个坏人 肯定是想拿走你爹的剑 然后杀了你 那当然是不会放过你爹的牌位 和你娘的石头啊 所以 谢谢你 灵莎 所以你就跟我一起下山 下 下山 可是你也知道我爹的嘱托 而且他也说了 我的体质异常 万一我下山 不能被坏人利用 那我就完蛋了 我是好人呀 我怎么可能让你被坏人利用呢 可我要是也走了 这青鸾峰就没有人保护了 我跟你说 你留在青鸾峰才有遭殃呢 只要这把剑在青鸾峰 就会不断有坏人来 你留在这里根本保护不了青鸾峰 还有你爹的剑 为什么这把剑 会引来这么多祸端 怎么这么多人想要夺这把剑啊 所以就是说 咱们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走出青鸾峰的 你得了解你爹你娘以前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知道真相啊 大兄 别难过了 等我出去弄清楚了真相 再回来继续帮你负担 来 来 拿好你爹娘的东西 走啦 大兄 好好看家 你一定会 Armen咋 你不讅他 有些福 你不认你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